Hello 大家好 我是Alu 就我們今晚要吃飯的地方了 實不相瞞 其實我是第一次吃蟹道樂 這次坐這間房也不是偶拍 是我在香港訂購的時候 我已經是request要坐 可以擺腳的桌子 這個是熟腳 然後這個是sashimi 你看 古多糕 好可愛 連野菜的紅蘿蔔都是蟹型的 數得下去了 最後的甜品都來了 這個是抹茶雪糕 這個是菠蘿雪糕 兩個餐總共加起來是19,250円 跳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落其他位置的樣子 這樣的 早晨 今天很冷啊 昨天突然炸鋼濕到 發現我們行程裡面 沒有計劃到要去吃壽司 所以我們決定去捉地市場 有我媽媽叫我一定要帶回去的 日本飯辣杯 這裡有海鮮給大家選擇 然後在旁邊擠著 有很多人在這裡等著 有一個大鮑魚刷的聖誕樹 上面是有這個小鮑魚刷的 如果真的很喜歡鮑魚刷的朋友 可以來這間店 最後決定吃這一間 在一個小巷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早餐 買了一個飯 然後兩份海膽 還有甜蝦 吃完東西當然要逛街啦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高原子站這裡 今天主要是買Vintage 我們會去一條叫純情商店街 為什麼叫純情商店街這麼奇怪呢 我即將告訴大家 買衣服啦 GO 這條裙子挺漂亮 980mm 顏色挺有趣 它是黃色加綠色 神情商店街 走三分鐘左右 到這個TAL商店街 這條街主要是出名 有很多Vintage賣的 我之前穿過紅色加白色 所以這次應該會試一下不同 但其實都是紅色加白色 蛤 選完衣服之後 我們就要選擇這個腰帶 店員推薦是選擇 跟衣服差不多顏色 就掉了出來 是不是應該要拿這個 嗯 好像籤一樣 OK 穿好了 我們現在去吃鰻魚飯了 走吧 跟化妝姐姐聊了一會兒 就發覺她是香港人的 哇 她就在這裡做了四年幾 你看到我的頭 都是她紮的 湯很清 嗯 嗯 我這樣會倒出來 嗯 好吃 吃起來其實不太切乾 是燒焦了的萬人肉 這邊是脆的 裡面的肉是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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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剛才色穿鰻魚飯走過來 不用五分鐘就會到雷門寺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有什麼新的商店 這裡有幸運抽獎 1000日圓一次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隻 白色柴犬的話 你可以用5000日圓就可以買到它 又或者用五次的機會 看看抽不抽到 二次的機會 目標 是這個 我不如等它 就這個吧 大柴犬 是什麼呢 最後是用1000日圓換了這隻柴犬回來 OK 需要嗎 GET 行 行 行 ind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个空字 涉谷的生啤 另外还有这个很漂亮 这个是富士山的 它倒出来就会是这样的 生啤的泡就会像富士山上的雪 原来穿过这间手信店 旁边还有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夜景 这边还有一个小孩 这几天在日本的旅程差不多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订阅 赞 分享 留言 告诉你们朋友 看完下一条片和下一条片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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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